我在青海整整十一年 其中三年半 三年半是在海拔四千七百米左右的唐古拉 我那个门事部就两个营业员 我们两个大学生 牧民平时都在很远的山里面草滩上 不来的 没有人 那时候正值青春时期 为什么我会做性节目呢 做两性关系的节目 巨大的压抑的年代 巨大的压抑 格尔木那时候 我们不是唯一的可以进口的书籍是什么呢 《罗马尼亚画报》 封面是亚德里亚海边 迎面走来三个摩登女郎 也不过就是两节式的永逸 还不是三点式 我们小伙子看得大眼瞪小眼 结果看了不到一个礼拜 这本杂志被人偷了没了 你们是绝对不能想想 那时候高压对人性是压抑的 所以说大家就喝酒 就谈黄断就是黄断 这个状态 结果过了两年 她把我们商业局分上来两个实习的小姑娘给折 你又咋想 说人这个虚伪啊 那时候绝望到什么程度啊 我不知道该干嘛了 我想难道一辈子待在这儿 结果就坐在山坡上发愣 但是我幸运的是什么呢 你要知道唐伍拉听什么 你知道吗 听什么呀 这里是东京日本广播电台NHK 我是某某某 一个小姑娘很漂亮 这里是Radio Australia 这里是澳大利亚广播电台 这里是BBC 唐伍拉他没有电离层 没有什么干扰啊 会说到全球的电台 中国VOA 这里是VOA广播电台 中国都能听到啊 Radio Australia最有意思 话语广播 唐伍虎点秋香 我记得非常清楚 对我刺激很大 唐伍虎说秋香啊 秋香说干嘛 我请你喝咖啡啊 那你怎么来接我 我用卡提拉克来接你好吗 哈稿哈虎稿啊 你现在根本听不到了 以前很好玩的 所以对你还对这么一个都见不着人的地 都是崭新的世界 当然以后干扰也很厉害 但是陆陆续续还在听 那时候想过要做一个广播电台的主持人吗 想过吗 没有想 那时候就考虑生存呢 只要你下个调令 叫我回上海回广州回北京回哪儿 叫我当个清洁工我都干 嗯 你只要调令一来 我什么都不要 我带基本术我就走了 我铺盖卷都不要了 那你会觉得吗 因为人生活本身是很多不可解释 它有很多很盲目的力量 它跟我是不是思考正能量 我是不是能够理性的拆解自己的关系 它有一部分是难解的 我不觉得啊 很简单 嗯 我的生活很简单 嗯 那你比如说你特别讲的弗洛伊德这个看法 那弗洛伊德最有名的论断 另一个论断就是 在所有的这种 这个文明的温和的表象之下 是一个波涛汹涌的力量 它随时可能会推翻这个表面上的文明 它会变成一种可能是破坏力 可能是一种不可控制的激情 就这种东西 我不全盘接受它的概念 嗯 而且我觉得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自己应该首先很清楚 他是一个蛮悲观的人 我觉得 嗯 我研究不了别人 嗯 但是我研究得了我自己 嗯 这个世界之所以丰富多彩 就是不是所有的人 嗯 都是一直坚强到可以自律的 嗯 所以他需要别人的帮助 那我就做那个人 他希望我做那个人 嗯 嗯 我觉得对您来说 是不是一个社会 对性的态度的成熟程度 对是这个社会真正 成熟的 对对文明的标志 嗯 那这个意义上 我们仍然属于一个非常初级的阶段 是吧 人的性的问题真不输给吃啊 嗯 食色性也 一到豆腐都能做出几百样菜来 嗯 别人跟你不一样 你不能认为别人就是变态 嗯 对不对了 嗯 您会觉得您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异端吗 嗯 我倒不是我什么一端 哪怕我内心再一端 我不敢表现中 嗯 比方说 会得罪人会得罪的 有时候会得罪什么人呢 得罪那些正人君子 嗯 大概是07年 06年年底吧 下半年 你猜我捅个什么篓子呢 哈哈 有一天一个电话打进来了 喂您好我是万峰 请问遇到什么事情了 请说 这么多黑暗里生活 你如果你要做的妥协做的是什么呢 我的专制 嗯 就是你如果在一个平台上 嗯 被假设性的赋予了一个导师的地位 假如你不够自知的话 你会要求自己绝对正确 有一个女孩 给我打电话 说她的 很多的内心的这些死结 安抚她也好 劝慰她也好 引导其他的思路也好 她开始依赖这个电话 她会要求我的导播 每周或者每半个月 都给她打一个电话 因为她这个时候需要交流 对 甚至她还有自杀倾向 然后你觉得 你似乎是有这个义务的 但这个是一个节目 嗯 她需要每天有变化 所以最终我们开始 不再给她打电话 慢慢的就 从节目里面剥离开来 嗯 她有一天拿了一瓶农药 就在我们今天的那个草地上 嗯 喝了 就当她开始去 依赖这种倾诉的时候 嗯 她会带来一个 悖论 是这种依赖带来她更深的痛苦 她就无法摆脱这种倾诉了 还是她自身的痛苦使然 所以你到底 是一个什么样的因素 好的还是坏的对于别人 她怀疑的吗 首先想跟你说一声对不起 嗯 怎么了 我没有任何人可以倾诉 这两天都在不停地给你打电话 希望你能够听 也希望能够从你那得到点什么 有一些夜间谈话主持人 有一些自杀 嗯 这样的事件 因为她不能原谅自己 也是血肉之躯 嗯 也是普通的人 实际上 一个人是 是不能承受那么多的 嗯 就你只是一个人而已 嗯 北京时间22点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蜻蜓FM为您播出的 疯人学院节目 我是万峰 我们在上海为您播音 你猜我捅个什么娄子呢 有一天一个电话打进来了 一个中年妇女吧 万峰啊 我说怎么了 我现在很困惑 嗯 年轻的时候啊 丈夫出轨 搞外遇 我一冒火跟他带着孩子 跟他离婚 带着儿子跟他离婚 儿子很小啊 为了生活 我又结婚了 我嫁了一个老公人 比他大十好几岁 老公人对他一直很好 现在儿子上大学了 一直到现在吧 我说那不是挺好 有什么事吗 他说不是啊 我说怎么了 他说我前夫又来找我来了 嗯 我说难道你想离婚跟他结婚吗 不是的 我丈夫对我太好了 我不可能 又没有对不起我 帮我把孩子太大 我不能离婚 我说那你想干嘛 我现在这个丈夫好是好 就是一直没有那个关系 身体不好 我以前也没觉得 现在问题就是孩子大了 有心思 我说你是不是心思又活了 我说那你能不能离婚呢 你要想跟前夫好只有离婚 他说我不能离婚啊 离婚怎么可以 他丈夫对我很好的 我说你有没有那点意思啊 他就吞吞吐吐 那怎么办 我总不能说 你憋着去吧 所以人生就是我说任何事情都要一封为二 您希望就是说晚生三十年四十年 活在一个更相对更自由的一时候吗 不像年轻人这么多的禁忌啊 什么这压抑啊 你会渴望换吗 从某种意义上说 现在是很好 比方说我当初在唐古拉 什么都没有 那当然现在年轻人在上唐古拉 他生活丰富了 精神生活有手机了 有蝶片了 但是话说回来 人不可能挑选的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不同的情况 你要问起 我也不说我后悔不后悔 我只有这么一个感慨 如果下辈子 如果还有下辈子 我绝对不脱胎做人了 我不想再来人间了 太累了 那做什么呢 不做什么 最好是最好什么也不做 最好别脱胎了 最好别脱胎 太累了 那步步惊心 步步惊心 有些地方是有惊无险 那个时候您刚做的时候 那时候您发现 当时的年轻人也好 他们面临最大的一种困惑 不变是什么东西呢 回忆起来 普遍就是要么就是自己 我前列现言 要么就不孕不遇 但是更多的还是情感 对 我爱他了 他不爱我了 我追得他半天怎么的了 都是情感 那比如说您在蜻蜓做的节目 您觉得20年 这年轻人的情感方式变化大 非常大吗 还是没那么大变化的 基本上还是那些问题 当然也有少数的 胆子大一点的 可能会实在忍不住了 涉及到性的问题 但是还有涉及到同性恋的问题 这是二十年前没有的问题 以前不是没有不让说 您是那个时候就感觉到 应该让年轻人也好 或者不同的人也好 意识到情感的这种丰富性 不可解释性 那时候还没有完全意识到 但是已经知道很复杂 我这些年不断的强调 像我在这儿轻轻做节目 我会不断的强调 情感问题是很复杂的 我们那个年代 你要是东谈西谈的 认为你耍流氓啊 改革开放前 我的一个中学的女同学来看我 那时候招待所都很简陋 一个大房间几十个人 就我们两个人在里面坐着 就那个宿舍管理人 招待所管理人 一会推门看看 一会推门看看 什么玩意儿吧 到底是开放了 所以这点我是要感谢邓小平的 他一改革开放 我看了很多好电影 您会担心有时候 比如说语言太直接 把他们给 就越了分寸吗 这分寸没有把握好 基本上没有 就比方有的年轻人说 王老师我就是来听你 听你骂我的 我说你又没犯什么错 我干嘛骂你 你要这么说 我还反而不骂你 有时候我真气死了 上回我在浙江做电台的 那一电影的时候 有个女孩子说 二十六岁 我说怎么了 她说我留过六次产了 留过五次 还留过六次了 我说你是不是又跟老板好上 是啊 跟个大老板好上了 留了五次了 刮了五次工 你还不吸取教训 你没头脑啊 我说你够混的 我说第六次又怀上了 对啊 成年了 你有权利支配自己的身体 但是问题你要想好 你不能动不动上当受骗 如果你说我上当一次 我还说你可能遇人不输 那你三次四次 你老遇人不输 那不就是你的问题了吗 对吧 你脑子长哪去了 杭州人形容永远无助教法 你眼睛是画上去的 你的眼睛是娃娃上去的 这是不对的 我经常骂你之前 你们现在不读书 不看报不学习 甚至连微信也不好好看 你们传的微信的文章 那什么文章 不在于文化的高低 你要聪明一点 够了 那时候媒体中 您是一个电波怒汉 你在听到最初 听到这种形容的时候 是什么感觉 我也没觉得我特别发怒 这是很自然的 我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 开始就态度凶了 或者说您自我分析过吗 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你 很直接的谈话方式 很多打电话人喜欢你骂他 你说这个 您怎么分析这一点 倒不是喜欢骂他不说 很多人听他爽 干脆 我回答他痛快了 解决了 骂了一顿了 或者不回答 我有态度 没见你这么谦虚的时候 我一直很谦虚的 我在听听谁 紧张 这都是处理紧张的方式 是吧 你有什么方式 骂人 把被动变成别人的 做节目是会的 学了好多年 是吧 那你教教我 我也学一下 来告诉一些技巧 教教我怎么办 你怎么让这些打电话 见到的小伙子们 姑娘们 大嫂们 去敞开心扉 认为是什么样的能力 天赋 听着我努力也没用了 那算了 你刚接电话的时候 你觉得他们最普遍的困惑是什么 打电话的人 刚开始的时候 都还是年轻人寻梦的阶段 工作里面遇到老板的一些不公平的对待 然后大家就会去互相鼓励这样子 到后来慢慢的就直卷变成了一个情感为主题的 变成情感这个为主题 大概什么时候慢慢感觉到的 发生了这样的一个变化 等我恋爱了以后 那失恋之后怎么办呢 那就谈失恋了 你在节目里的风格 一开始我想声音是很理解性的 温柔的 要听他诉说跟聊天 中间有过一段时间是更严厉性的吧 什么时候的 结婚以后 爱情的甜蜜过去之后就开始骂人 你变成中年女人的时候 你就会有更多的现实迫在眼前 你就不会那么抒情了 可能在那个时候的广播 就会有一个悖论 就是广播到底是喉舌 还是说是一个人个人生活的展示平台 就是你怎么能把一个 所谓的公共话语的空间变成一个 变成一个私人话语 我想这个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争论吧 大家有一个公共空间 可以互相交流 挺好的 嗯 你对那种自我被压抑是特别想打破这种东西 是吗 嗯 为什么呢 这个驱动力在哪里了 决定结束那个节目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2007年 他仍然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 可能因为对家庭愧疚吧 嗯 就老是职业班的原因 嗯 有时候会想起那些夜晚吗 那15年的那么多夜晚 真的不会想起来的 嗯 我清楚的记得我接第一个电话的时候 我和他说着说着啊 我说你把电话撂下我跟你说 就不敢跟人没有信心跟人家对话 我说你先把电话撂下 太紧张了是吧 后来我总监跟我说你得跟他对话 后来就壮着胆子 开始接电话 开始交流 就发现感情这种事情 真不是一件复杂的事情 嗯 我的一位领导他曾经给我讲过一句话 我特别的 信奉这句话 嗯 他说聪明的人会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 嗯 包括情感包括生活 嗯 只有愚蠢的人 才会把非常简单的事情复杂化 05年开始做这个节目 因为一开始是紧张的 慢慢就开始熟悉嘛 嗯 那也很少会觉得厌倦 因为他们的很多情感模式重复的 相似的 遇到的困境 对 就这东西不断的重复对你来说 趋力被害是人的本能 嗯 你没发现我们周围的人更多的是 不是改变不了 而是不想改变 嗯 有的小三就跟我说 结果知道我是错的 可我离不开他 我说少跟我来这套 你就是不想离开他 所以有的听众跟我说 你怎么有的时候跟听众那么较真 就比如说一个母亲她离婚了 她不抚养孩子 我来跟你讲 是讲我跟我新男朋友怎样怎样的 她说那你为什么老翻我过去的事情 我说我从你对待你的前前一段婚姻的孩子身上 我就能够看得出你是人不是人啊 就简单点说就是这样了 对不对 一个母亲如果说能把自己的孩子扔到一边 我自己搞得上去了 我自己不影响我 你想这样的孩子长大了会怎么样 她一定会非常的自卑 这是弗洛伊德的理论 有没有觉得自己判断失误了 有啊 也会有判断失误的 自己判断失误的时候是什么感觉 你会懊恼吗 会啊 会啊 如果我觉得这件事情我做的不到位 或者说我是不是误会她的 这是我最痛苦的时候 我非得把这个人重新扒出来 不像在节目之外的我扯着你 我得把这个关给过去是吧 对对对 我不能有一个原假错案产生 那么对别人不负责任 嗯 当时觉得有哪些特别大的障碍呢 你觉得你是可以克服掉的 或是没有克服掉的 太远了 太难了 这事我知道 可以自我想想 对 蛮有因为蛮重要的这些事情对人 嗯 你发现你对他们的理解太浅了 太抽象了 只是通过声音或者有这会有这样的 对有的时候会有 会有无力感 嗯 就比如说那时候 呃你有一个听众 嗯 他叫小苍蓝 嗯 他和你一样很喜欢文学 嗯 然后你会觉得很亲近 嗯 然后你会跨越这个电波 然后可以和他成为生活里的朋友 嗯 然后这个女孩有一天告诉你说 他要去追随一个笔友 那个笔友 呃在另外一个城市 我不知道该不该留他 对 他是去追随爱情的 所以 我们就一起在东门街吃了一顿饭 嗯 有一天 凌晨 凌晨 三四点钟 那时候的 扩机 嗯 不停地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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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 不敢接 做的东西可以做得很少 做的东西可以做得很少 作为外围的人 其实你不能承担什么 你甚至在当初 都没有把它留下来 嗯 嗯 所以等于之前你突然意识到 就之前那两年可能是一种虚幻的有力量 嗯 嗯 嗯 你可以有自己的生活方式 你可以有自己的自由 嗯 但我们知道 哲学上向来强调自由是相对的 你的自由只要不伤害到他人 嗯 就好 嗯 但是我特别反对啊 特别就是说讨厌那种大奸大饿 嗯 一般都是家里的事 感情的事 嗯 叫它大奸大饿 嗯 也许你会觉得这是一种很过分的事情 对为什么 我给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前两天有个姑娘给我打电话 她母亲在婚 这个姑娘呢 是十六七岁 她母亲带着她跟继父在一块 嗯 她继父屡次对她进行骚扰 嗯 其实我觉得她妈妈心里都明白 嗯 但她妈妈 就告诉她 嗯 你爸那是对你好 嗯 你爸那是跟你表达 父亲对女儿 那个什么 疯了 她说我觉得我妈是刻意创造环境 让我继父侵犯我 我管这种人叫大奸大恶 我说这种母亲千刀万刮 都不过分 嗯 你觉得我过分吗 嗯 这邪恶 邪恶 嗯 有一个父亲 家暴多年 他虐待自己的妻子跟孩子 嗯 他儿子给我打来电话 他说你 你知道我爸是什么样的 嗯 我爸喝完酒之后怎么打我 只是因为一次给他倒酒倒的慢了一点 他说我爸从背后拿菜刀劈我 他说我当时在里屋 我就拼命的跑到外屋去 跑的时候本能的顺手把门关上了 他那菜刀啪一下子就关到那门上了 入幕三分你知道吧 我看过就是说 在很多这个关闭的窗户里面 最黑暗的角落 嗯 我也会惊讶啊 居然会有这样的人性 嗯 但是我知道他不是生活的全部 只不过这些藏在角落里的污垢 他被我看到了而已 职业使然 这些东西是你最初做节目的时候 没有想到的东西吧 没有 第一次这种冲击是什么 刚热节目 嗯 我想人间怎么可以有 这种罪恶存在 嗯 这种特别黑暗的东西 会让你退却吗 就是说 我既然我听到了 我知道了这种可怕的东西 我就一定要想办法 正确的处理方法是怎样的 比如说在生活当中 婚姻当中 有很多女人对丈夫的冷落不满意 有的女人就出轨了 认为这样 一可以让自己不会 太失落 不会太失落 还可以有一种 报复丈夫的快感 我要告诉 在简历里告诉大家 这是错的 你其实糟蹋的就是你自己 嗯 你糟蹋的是自己的人格和尊严 嗯 实际上其他的 什么报复的感觉 什么都没有 除了你证明自己 跟对方一样下座之外 什么也证明不了 嗯 那不是报复 那是自我放逐 那是堕落 为什么觉得这么不可以原谅呢 因为他伤害 我总觉得每个人确实是有自由的 但是你自由的前提是 你不要伤害别人 外遇伤害的东西太多了 那是不是因为社会压力 就是社会的宽容度不够带来的呢 现在来说毕竟社会开放了 嗯 关键相对开放了 比方我周围的这些电视台的很多主持人 三十好几四十岁不结婚有的是啊 人家不怕 嗯 对 会有他们会有新的方式啊 为什么一定要 对啊 比方说欧美 欧洲北欧已经在变了 嗯 就是同居 嗯 嗯 这些专家学者也说 今后的婚姻 比方是一百年以后二百年以后 这婚姻到底什么样 我们想象不了 但是人又永远无法去除去除他的那种占有欲 占有欲 嫉妒心 对 但是我估计相信人类是有办法可以调剂的 嗯 那就慢慢来 你嫉妒心太强了 那你进入婚姻 你嫉妒心不强的 那你就可以放任 放开 我认为我也在普及一些 嗯 开明的思想吧 我不敢说前卫 起码开明了 但是很遗憾的是什么呢 我前两天还骂他们 嗯 孩子的父母亲母亲才解放后出生的50岁左右 嗯 保守得要死 逼着他结婚 逼着他生孩子 嗯 我说你干嘛 我说你别听你妈的 嗯 对不对 听他干嘛 他就没有受到很好的教育 关键还像 我说如果你是像我们民国年间出生的 嗯 你是七八十岁了 你还有点旧思想还有道理 六零后你还有那么多旧思想 你这不是混账头顶 对不对很遗憾 这就非常遗憾 我们不是那种文化 有的人确实跟我说过这种话题 但是我想 在绝大部分文化当中 爱情都是有独占性和排他性的 嗯 无论你观念进步到什么样的地步 爱情的这种独占性和排他性是不变的 嗯 还记不记得《甄嬛传》里面 皇后的阴谋被揭破的时候 他说过一句话 但是这句话 真是喊出了他心里所有的无奈 嗯 还有所有的愤怒 就是说我看着自己心爱的男人和别的女人 结婚生子 臣妾做不到啊 这句话成了网络上一句流行的 但是他讲出了什么 在男女最不平等的封建社会 一个女人 她对于爱情的标准还是本能的 独占和排他 她并没有因为观念的改变 说我就要乐呵的看着我丈夫 跟别的女人恩爱生子 臣妾身为一个皇后 我最应该看着我自己的丈夫 跟别的女人开支赛业生多多的皇子 我最应该开心的 可是臣妾做不到啊 嗯 我觉得那位皇后她喊出了爱情的本质 嗯 所以你说文化不一样 我们的观念不够开放 你观念再怎么样 爱情的本质是一样的 嗯 不是吗 嗯 我想占有 一旦是爱情的一个本质 但占有不到 或者占有无法充分占有 也是爱情的另一种本质 这就不是爱情的本质 这是人性 是不是 嗯 是不是它是人性的一部分 嗯 所以你觉得我今天这个状态 是不是还挺好的 不是一般的好 比我想的好 那你觉得我应该是什么样 我没想到你这么的单纯吧 或者伪装得特别好 但应该不是伪装的 就是这么单纯 对 我没想到 伪装者 对 就这么的单纯 我就得意外 对 包括你碰到那些黑暗的力量 之前平复 后来慢慢习惯 你从来没有担心过 或者有没有那种时刻 那种黑暗力量 你觉得他可能要吞噬你 或者让你非常的不安 他没有那么大的力量 嗯 我觉得我这人骂 我首先 我好听了说呢 我是这个心理素质 可能是比 现在是比较强那种 往往往 那个实在的时候 我觉得我就是那种心特别大的 就是有一些东西啊 就是刻意地告诉自己 不要放在心上 负面的这个东西 我会在本能上 或是习惯性地 就让自己在头脑当中 你不要记忆深刻 你不要纠缠于其中 要不然早跳楼了 电台主播是时代情绪的象征 但倘若真要理解时代之变化 还是要回到个人具体的经验中 反对视频